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第一时间上架了会告诉你 晚上8点到10点 在非凡商业台非凡股市现场 挥达撑腰 挥达天天创新高 连续三天创了历史新高 今天的台股不管是股王权王 AI火力全开 真的喔 待会怎么都忘了要选举这件事情 今天有1080档是涨价 有28档亮灯涨停 那大咖好像抢先 钞票已经在投股票了 所以大家是冲着选后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待会我们来看看大咖的一个做法 另外这个IP股吸金大法 你待会从成交金额的榜单 你就可以知道IP股的吸金大法 那到底这些高价股真的不是我们一般投资人的菜啊 到底要怎么跟呢 我们也很想跟啊 因为今天的股王又创新高 我们透过今天来看台股今天早上的平高盘开出之后的一个震荡 而且今天一反了这个今年以来开高走低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常态惯性 今天竟然还可以呈现的走高 虽然尾盘最后一盘有点点小这个修一下 但是上涨了79点收在17545点成交量 刚好整整的3000亿 大咖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为明天礼拜五然后礼拜六要进行投票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横向的在这里 虽然还是持续的一个拉扯 但今天的一根红K棒而且有3000亿的量 我们也透过镜面当中跟大家来看看IC设计当中 尤其呢包括很多IP股就在里面 这个IP股这个股王这个Soul3830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AI的相关股真的是令市场大家都亮了起来 尤其是包括了今天的今天的广达 还有今天伪创盘中都还有出现499的买单哦 这个是要让我们499哥你在告诉我们什么吗 另外呢我们来看呢在光纤网路网通细光纸这一块 今天的整齐度也有另外呢圆宇宙的一个部分 在整个虚拟实境的一个部分今天有所表现 另外呢在那个折叠机啦或者是轴承的一个部分呢 也是今天呢盘面的一个聚焦重点还有折叠机的一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亚洲股市也是很重要 尤其是日经今天呢竟然涨破了35000点速度之快 让你有点我们只要前涨大的内容都还在企划 他就这个礼拜就这样的一直在创34年来的一个新高 好那特别的是包括了港股在今天的一个表现 甚至盘中一度涨了2%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台 呃今天的集中市场特别是贵买贵买 今天的表现应该算是2024年以来的之最了好 那台币的一个部分呢也有稳健的在这个位置31.096 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研究金融大师汉伟先你好 明娟好大家好 哇今天怎么会想今天之前市场很闷的 但今天的重点内容有哪一些 对因为我们讲说毕竟已经是选前面就最后一天了嘛 所以我觉得选举的结果大概下礼拜再来看 但我们现在重点会看 国际股市到底目前在涨什么股票 其实刚提到了辉达在创新高 所以台湾你可以发展到最近的电子股啊 所以IC设计啊或AI相关族群开始转强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以今天的一个行情来看 我觉得明天大家可能会看到盘面上 开始有人在压保所谓相关的选举的一个后续的政策题材股 所以我今天特别帮大家带来就是说 有哪一些是选后不管是谁当选 但会受惠到整个政府的一个预算支出 能够成长股票 另外大家也可以留意到最近在全球一些恐怖攻击啊 一些所谓的一些地缘政治的事件 会带给一些产业一些新的需求 甚至说去年他们相对比较低基期 我觉得今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落后补长的动人 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OK 那我们赶紧来欢迎全能高手靖泽先生你好 是明天姐你好大家好 哇真的是龙光焕发 今天带来的重点内容有 那么跟大家报告一下 原则上呢其实呢 选举完之后那么台股还是很热闹的 包含各位看到新手机1月18号的时候 三星要来做一个推出1月28号的时候 还有所谓游戏展 大力光还有法 还有这个法说会要跟各位来做报告 所以整个选举完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很热闹的地方 甚至啊今天呢跟明天之间啊 大家可能就要开始卡位 选后哪些呢 未来还有利多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部分 反而比今天涨上来的股票 那么可能还要更重要一些 OK 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军师联盟 李冠青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今天带来重点内容有 我想还是一个科技的发展啊 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折叠机很有意思啊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春节 我就跟大家谈过富士达了 我想当时的股价呢 应该是200以下吧 当然你那时候你可能连看都不想看 因为当时的富士达 它只是一家新贵的股票 而且它已经好像之前 两次的挂牌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它最大客户叫华为 而且华为的占比啊 太大太大了 可现在不一样了哦 它现在最大客户除了华为之外 现在包括什么 连美国的Motorona都来了 甚至呢现在最新的传闻啊 据说苹果也准备做折叠机 它是要找富士达做 还是要找新智新做 目前没人知道了 不过等一下我们好好 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我想这整个产业的一个 最新的一些潮流 我想呢你只有在能够先布局 能够先看这个股市现场 我想你才有机会赚得到钱 OK那我们先重返 今天的一个股市现场 那尤其是在今天呢 我们先看一眼哦 这个辉达连续三天呢 创历史新高 当然五四六好吗 那还有一点呢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 我们的股王 我们今天的拳王 今天的AI股好快 马上就能够演出火力全开啊 对因为我们讲说 辉达毕竟是全球AI的领先者嘛 它把所谓的AI的本益比 拉到新高的一个境界 整个天花板被打开之后 台湾相关被压在底下股票 也跟着涨上去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不管是细制裁 AI伺服器 或说一些所谓的AI 相关的一些题材股票 能够转强 我觉得都跟辉达有关 所以你不管要做光通讯的 做伺服器相关的 做细材股票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看辉达股价 如果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 辉达每天在创新高 他们当然就会有一些比价效应 但辉达一旦休息的话 我觉得当然股价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 拉回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今天 当然大家看到这种高价股 一直涨上去会觉得 好像很想买 但又太贵了 对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可以看大做小 看高做低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台股 有28档股票涨零板 我有去算一下 28档涨零板里面 有20档的股票是同版股 50块以下的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些所谓大型股 或高价股推高的时候 可能大家真的觉得不太好追 我觉得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台湾有很多的ETF 都有涵盖到这些相关的成分股 你如果真的不敢去追 施金KY 不敢追创意 不敢追利旺 我觉得有一些所谓 比较偏高价型的ETF 它会包到一些相关的股票 像中信有一档 中信小资高价30 一次就包到30档的高价股 可能就比较适合大家 去追高价股 那你也觉得高价股 真的就是追不太下手 我觉得一些所谓相关产业当中 比较低价的 我觉得就可以去留意到 也许他们可能基本面没那么好 但涨起来也许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OK 所以这一点我就是要问你 我们是小资真的追不了这个高价股 那不过包括今天我们看到00878 00919 跟00929 大家就在看成分股了 对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0056 00929 00919 其实涨不太多 但你刚刚看到中信小资 高价30反而涨比较多 就代表成分股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选ETF的时候 你如果是比较偏好高价股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相关 包到高价股的ETF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好 所以高价股怎么跟 其实也就是这个IP股 我们真的都买不起 那我们也跟靳泽先生来做个研究 今天为什么会有1080档股票上涨 然后28档亮灯涨停 另外我们以成交金额的一个榜单 再次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你看资源200亿 台积电140亿 创意 世新KY 这几档都是 这大咖都回来了吗 那么我可以这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那么大咖应该是这两天会很活动 但是我们不能说全部都回来了 我还是跟汉伟的看法比较接近 稍微这两天呢 其实因为CS电脑展就快要在这个地方来做结束了 所以要表现的要赶快表现 加上挥打连续创新高 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很多朋友都没有料到 所以各位看3035的资源 它本身也是券之笔排行榜的前几名的 那么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来说的话 今天很多像刚才提到20元以下的股票 都是券之笔排行榜上面 不管是什么迅达 融创 这些 还包含了各位 券雅等等这些都是券之笔排行榜前几名 所以今天呢 真的是有嘎空的情况了 但是请大家留意一个情况 还是会说CES电脑展完了之后 会不会说这些多头的消息会稍微降温一点点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 伺服器来说的话 那么只有6269的一个这个这个 微影呢 目前为止是冲破了下降压力线 其他部分来讲的话都有慢慢电高 但是的确啊 现在本来就应该他们反弹的时候 所以先抓这个反弹的价差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的 OK 那为什么大咖敢在这个时候用 这个钞票换股票啊 那么必须要看到说在选前 也就是明天CES电脑展最后一天嘛 那么最后的一个反应是如何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抓到这个机会 还不赶快把股票先往上来做一个提升 所以选钱如果是这样 我们不能讲选钱 我认为CES电脑展结束以前 涨多了股票呢 或许短线上可以先做一个调节的 OK 如果今晚辉达 股价没有再续创新高的话 是的 是的 好 真是为难了投资人 是不是 那我们也来看看的军师联盟 我们看到今天日经又在刷34年的一个新高 港股 今天的亚洲股市表现也不弱 您怎么来做观察 好的 我想日经创新高好像是每天的新闻 都好像每天都有在看到 而且今天是涨1.9% 也涨得非常的大 今天比较有意思在于说 上证跟恒生说真的 他们已经做了非常久一段时间 事实上我也在都在关心 在解盘上证跟恒生的这些节目 因为我今天朋友在对岸上班 他们真的很辛苦 那个一路跌一路跌 底部在哪里每天在摸底 讲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出来之后 不过最近有个新闻很有意思 就是其实呢 后来被大家发现到 其实这些中国的一些 类似这个国有的投资公司 类似主权金的公司叫什么高零资本 他们竟然在去年10月11月大卖股票 而且卖的股票被抓到 而且现在把那个门给关起来 不过讲完是要讲很久 没有办法 现在那个门叫什么 转融通的门给关掉了 据说这个转融通的门关掉之后 他们有很多大股东想要偷卖股票 不好意思不能卖了 对不对 那这里大家在猜中国 是不是有机会在这里阻底出来 因为如果再不阻底的话 真的很可怜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刚刚汉伟讲的 今年不少的ETF赚很多钱 但如果你买到的是什么 复华中国5G 我不知道代号多少 等一下秀一下 复华中国5G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这个够惨吧 中信中国高股息 投资朋友 你去年到今年买到这东西 对不对 这个中信中国高股息 我们看一下 这个零零不知道多少 那个也是一样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怜 所以你不要说以为你 闭着眼睛买ETF都会赚钱 说真的你还是要留意一下 不过回到这日本股市 其实日本股市我刚刚看了一下 东京威力科创 这百分之百跟亏达有关系的股票 它继续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我想类似这整个的科技类股 我想当然只要说选举 台湾选举完之后 我认为其实包括这些一些大型股 还是有一些应该说外资 回来买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OK好 所以这个也跟大家来看看 亚洲盘的一个情况提供给大家 日经真的34,000点 35,000点了 那我们也重返了今天的一个股市现场当中 我们来看看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动向 在外资买超了36亿 投信买了13.9亿 连久买买超了248亿 自营商也买了8.64亿 另外我们来看单币的部分 外资买进920亿 卖了884亿 好那选举他们也觉得就提早了 那另外我们来看呢 昨天整个空 今天的空单 水位外资倒是有增加了754口 净空单25,309口 所以空单也是有持续微幅的增加 信股当中的部分1243亿是在昨天 当中占比还是维持38.7% 这是昨天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也透过镜面当中 今天208档站在所有军线之上 也站稳五日线 符合出量原则的有35档 也不多 但是以达运量增了76,000光虹 好也还是量增了54,000 真的很厉害 还有呢 伪创志源心鼎 包括了神达广环科 新复兴讯兴跟兴通 有一些呢 这个当中的热门股就在期间 所以呢 最后这个阶段 第八阶段的筹码追追追 务必来进行掌握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不管呢 这个选举的结果会是如何 但是呢 今天的3000亿也进来了 然后呢 钞票换股票也先进来了 那在此我们也观察到 今天盘中啊 广达也好 伪创也好 都有出现499的买单 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然 我们讲说选举的结果 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是没办法去定论嘛 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国际股市在创高 如果全球资金 买AI股票 那台湾 当然我觉得AI股 还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 今年整理上 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还是要留意到 不管是你看到之前 红海的问题 前两个礼拜的航空股的大涨 或说相关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一些原物料啊 一些关键的零组件的一个供应的问题 我觉得都会代表说 今年2024年 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所造成的结果 其实你在这时间点可以做一个特别 关注 甚至说 可以留意到布局的一个买点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天下杂志在2023年调查CEO 他认为说 60个百分点是地缘风险 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之一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俄乌好像打不完 最近还是有这种非常严重的攻击的世界 那北韩在上个礼拜又发射了炮击 所以南北韩之间我觉得问题 看起来在今年不会那么快的解决 更不要提到中东的伊朗啊 然后现在的以色列跟黎巴嫩啊 还有这个台海 他最近你会发现到 蛮多人在谈到台海的一个问题 像这个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去美国国会作战的时候 还特别提到说 台湾的海峡的安全 是日本非常重视的一个一块 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体上 今年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还是会影响到 未来资金的方向 所以这是天下杂志所做的调查 当中CEO有认为六成以上 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中国还是很看衰 还有通膨的问题 利率的问题 跟美国经济的问题 相对是比较少的 但你从这样状况就可以看到 既然CEO都认为地缘政治风险 是一个比较大的相关的影响的话 但他们在未来投资上面 会根据这样状况 去做一个分战布局的动作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去年台湾的厂商的新南巷 宜兴到印度 往日本去建厂 往欧洲往美国去建厂 我觉得如果说 大家还担心地缘政治风险的话 这样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相关供应链的一个商机 我觉得就可以特别留意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 如果地缘风险升温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真的如果你看到 中东的问题再严重下去的话 油价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回温的现象 加上说鸿海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那可能这个通膨问题 又比大家想象的来更加顽固 所以这一点 可能今天往往美股的CPI的数据 可能大家就可以稍微看出一点点端倪 因为鸿海问题是去年12月开始延烧的 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一个通膨的状况 有一点点死灰复燃 我觉得会影响到 到底我们这个所谓的农历春节之前 台股跟外资之间的布局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提到的 因为大家都担心所谓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整个供应链版图会有一些重建的商机 所以整个投资商机也会带动到 可能像最近所谓的越南概念股 印度概念股 泰国概念股 我觉得这些都会有一些持续性的推升效果 所以不管是对一些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半导体的设备厂 或说这种PCP相关的设备厂 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未来整个供应链移转的时候 带来所谓的一个业界的成长 另外就看到全球政治版图已经壁垒分明了 所以台厂现阶段就是面临到 我们到底跟中国比较好 还是跟美国比较好 各式有各式不同的布局 但实际上也代表说 可能未来政局的变化过程里面 有一些领先看到市场风向的厂商 他就能够脱颖而出 那再往下来看 目前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担心 就是说应该说可以关注 2023年这么乱 如果2024年下半年 大家该打都打了 该和谈都和谈了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重建的商机 所以对一些基础建设 原物料部分 我觉得就可以留意到 只要一重建的话 那个所谓重建的商机会非常的庞大 那就带动可能相关的原物料族群 就会有一些所谓新的推升的走势 甚至大陆也在重建 他烂尾柔 如果说到今年 可以把它重新盖好 重新把它盖起来的话 一些所谓铁工机 这些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 我觉得都可以特别的留意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所以国防预算支出这一块 我觉得一定会持续在增压当中 所以对于台湾的军工股 我觉得是有机会 在这边是相对低位阶 那业绩也不错 应该是可以留意到未来 不管是你明天要布局 或说选后要布局 我觉得其实这个位阶很上面去 再重新看一下军工股 是可以特别留意的 好 虽然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现在 但这不是跟大家讲什么 什么亡国感什么东西 那比较敏感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就是 就是现在 越描越黑 哦 越描越黑 好了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 就是中国跟台湾 所谓的两岸之间的军费 其实是明显在落差当中 所以也代表说我们在所谓的 我们可以增加军工股 对 自我保护方面 我觉得不管是在 未来什么样的一个震荡景象 整个一个国防预算的支出 应该是蛮明显成长的区块 所以我们看这张字卡 你可以看到神机 我们两位来宾都有介绍过嘛 强固形电脑 我觉得是需求非常明显成长的一个产业 用在国防跟消防等等 所以我们讲说军工股 第一个他们去年其实表现都还不错 神机去年的营收年增计是7.13% 维持个非常稳健的成长 那一样看一下股价的现行 神机我觉得 他的股性是比较不好做一点 这个冲高之后 因为下面是他好像在12月份 我记得好像有5加6加ET 纳入他的成分股 所以投信一路买他 但很可惜的是外资在跟投信对坐 最近发现到每次冲上去就拉回来 冲上去就拉回来 但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你就把它抓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我觉得 在这个区间里面做个来回操作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目前拿到区间的下雨 你会发现到这个 大概100块左右就跌不太下去了 但上去有没有办法突破16.5的一个高点 那就要看到 外资跟投信要站在同一边 我们下面放一下 投信你看过吗 放下外资 你看就是这一栏 就是投信买多少 外资又卖多少 什么时候会涨 外资买 投信买的时候股价就涨比较多 所以我这档股票是比较难做一点 但现在所谓相对区间下缘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尤其是你在农历春节之前 我觉得这种相对比较有防御型的股票 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因为不管怎么样 最少你可以知道投信的筹码不太容易松动 都是被动型的ETF 那我们看下一档股票 就是汉翔 汉翔我觉得比较可惜 因为他业细真的很好 去年的营收年增29.29 那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下他的现行 以汉翔的现行 我说真的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年限附近的关卡 那今年以他们公司的预估 还是会比去年来的更好 所以如果今年有成长性 股价在相对抵挡区 那我觉得就可以留意到 他也许就有机会出现落后补涨的动能 那当然他现在股价会被压抑 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这个今年相关的预算案 或说一些相关的订单 会不会有一些变数 但如果说你以他基本面来看 我觉得这种地方你买他 但我觉得有风险 但这种地方买他 我觉得相对就比较安全 那再看下一档股票 是全讯 那我觉得全讯就是 有一点点类似什么 这个是所谓的飞机导弹 有一点类似什么 像在我们礼拜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突然间传出来国家级的警报 那其实国家级警报也代表说 如果真的有类似这种飞弹导弹 相关的威胁的话 我觉得对全讯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他国防部的订单 其实已经很稳健了 营收在2023年创业率新高 订单人数可以看到2025年 所以你看2023年营收年增率是20.89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来看他全讯的股价现行 就是中股票 他已经均线纠结了 那礼拜二比较可惜 就冲高上去之后往下压回来 但今天开始出现一个反弹的力道 所以他现在我觉得有机会 去占到所谓的年限关卡之上 年限已经占上 所以今天都占上去了 那他本身来讲 我觉得在今年相关的国防订单里面 他还是可以留意到 就是说我觉得成长性都还算蛮稳健的 那以他今年的获利的数字 我觉得这个股价算是比较委屈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大量的高点 如果说在这几天能够往上去突破大量高点的话 我觉得最少这个底型成型之后 那就可以比较乐观去期待说 有没有机会挑战之前前波的高点 那所以以全讯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健的军工股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国防订单的一个占比非常高 那再看到下一档股票 是这个亚航 亚航 因为我们应该有自考的亚航 对 我们看他亚航的部分 来 这一页 对 因为他本身是飞机温柔订单箱的稳健 而且他跟联手探机 跨入无人机的一个制造 也取得航太零主线的业务 2023年营收年增计是19.56% 我觉得亚航应该是最幸大家 在关心军工股里面最重要的一档指标股 因为我们来看看亚航的一个现行 把时间放大一点 好 时间还放大 对 这个是礼拜三嘛 当天只有亚航先供到涨领板 因为他刚好前天供不出来营收12月份 创波段新高 所以营收利多将当天 大家对于军工股有这样的一个 觉得好像应该是要出现波段性的起涨 所以追进去追了亚航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天出了一个大量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去看亚航 就是说接下来台股的军工股 会不会出现全面发动 就看亚航这个高点 能不能做一个有效的突破 一旦突破代表 礼拜三追亚航的人开始都赚钱了 那可能大家对军工股的信心就会回来 所以以亚航 我觉得大家就观察一下 今天可惜啊 就是这一根上影线 还没有做一个有效的突破 但明天是选前最后一天嘛 或是下个礼拜回来 他真的去突破这一根 所谓的影线的中间的中值以上的话 我觉得可能军工股就会有一些 新一波的发动力道 因为你看一下像8033的雷虎 也是一样 礼拜 这也都是被推在这个浪尖的标的 对 他冲上去今天打下来 所以他变成说在这个区间里面 就是一个震荡格局 但我觉得指标股就是 先看当天有涨停办法亚航 如果他过高的话 我觉得可能军工股就会一些发动力道 会变得比较强 所以刚刚提到的是军工股这个区块 那我们刚刚提到原物料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意到 相关的重建商息对原物料 不管是钢材钢购 特殊钢等等 我觉得都是会有一些所谓利多的题材 那首先来看到龙钢 他本身是特殊钢材厂 运用在能源 航太跟国防等等 那短期上他比较倒霉 是因为他跟志冠扯上关系 所以 只是白马骑士嘛 传说中的 对啊但是因为现在志冠跟网银是吵得沸沸腾 对啊所以对龙钢来讲 到底要买要不买 要换股不换股 我觉得都是一个未定之天 但我们回归到龙钢 看他技术践行 其实龙钢我觉得就是 就是应该有点无望之灾 交换是在这一天嘛 就前一天这边 然后本来走势是这样子多头的线形 传出来交换之后 直接开高走低 一路往下崩跌 但回到哪里 回到季线附近了 那我们讲到去年的营收 是成长的 那本身我们看本业就好了 他的特殊钢材 他今年相关的一个展望 不管在能源相关的布局 国防或说一些重大工业的部分 我觉得都会有机会受惠 所以如果以基本面来看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算是股价比较委屈了 那他有没有机会 就是真的假设自贯被假处分 不跟他换股了 那我觉得他最少要回到这个高点 所以以这个高点来看的话 大概还有五块钱 大概十%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去布局龙钢 就是会有一些基本面的反应 跟接下来可能有一些新的股权支撑 变数的题材 应该风险是有限的 而且未来补涨空间 我觉得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更纯的钢铁股 就是长龙钢 其实像刚刚我们之前跟大家 很早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高股息路 这个领了长龙行跟长龙帮大家算过 后来真的领了那个股息之后 一路从60块涨到 现在107块左右 很多啦就是在这时候跟大家说 哇原来他领了那么多股息 那但现在他被高股息列入到成分股之后 你会发现到投信就一路在买他 但一样股价限 我觉得到这个危险上面 当然操作难度稍微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毕竟在2024年就没有那么多股息 这就是他的业外收益 对他可能就可以配你比较高的股息 但是他的成长性 但就没有像去年那么好 爆发力 对但是因为今年他会变成本业在成长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 去年他的股价上涨是鼓励的关系 今天回到本业我觉得就观察一下 如果真的不管是大陆的基建 台湾选后对一些所谓基础建设工程 有一些所谓重新加码的空间的话 长刚我觉得是可以留意到 目前股价刚好压缩到这个位置点 如果说在月线附近你去低调他 投信没有在买方的话 我觉得可以花点时间去等待他 后续的表现空间 OK好 所以可以跟大家来看看 这个全球其实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 我想一块一块都也是在燃点当中 对就是不太容易去判断什么时候会结束 OK好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经过了整理 但是又很容易被推到这个浪尖上 投资朋友倒是可以多做点功课 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主要的轴心是以可能的一个成长性 跟获利的一个预估 对而且低位阶是最大的力多了 提供给您做一个参考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一起做功课 好回到节目当中 对整个大盘的一个观察 还是维持这边一个区间震荡 那么稍微中立一下下 因为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 这次美国股市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看一下废腾半导体好了 看一下废腾半导体的情况 你会发觉美国算是最弱的废腾半导体 它都有反弹 上一回拉回来一半的空间 但是以我们台股为什么 各位怎么发觉说 奇怪我们要掉下以后 就有点横着走的一种感觉呢 那这个横着走的感觉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上一次 来到这个地方跟各位所讲的台币了 各位还记得吗 我当时跟各位讲那个画面都还在 台币呢基本上来说的话 到了30.6元的时候 导播下面放RSI指标 那我已经跟各位提过了 我说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在跨年的当下 对那么在跨年当下的时候 那么下面放RSI指标的时候 你会发觉正好出现一个所谓 背离的一个性质 各位看到正好出现一个背离的性质了 所以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字卡放这么大告诉大家说 哎呦30.6元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那个时候还讲一个笑话说 想要换日币的赶快去换 你的帅图要来证实30.6的一个精准度就对了 对对对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跟各位写到的一个情况 所以12月28号 对啊对啊就上一次来股市现场了 所以请大家留意啊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台币呢 看起来还有一点伪劲啊 所以呢指数呢大概还会在这边整理一下 今天大家都在讲万八 然后他说嗯我们说猜一猜啊 到底这个封关指数你最保守 就是他就是台币的关系啦 所以先请大家去换台币 所以再过几天台币应该会回稳了 所以今天外资应该有一些回来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台币应该还有续扁到一点点 然后那这个现在又变敏感话题了 31.2那附近 基本上大家可能还稍微留意一下下 所以只要能够守住17500啊 我认为这个行情就已经非常好了 而且甚至呢在17500附近先行做整理之后呢 请大家留意 今年怎么说都是个复苏年 但是复苏可能会有一种所谓 长上去又有一个休息 长上去又休息 所以CES电脑展之后呢 我给大家一句话 那么以后大家来观察了 手机大过PC 为什么说手机大过PC呢 其实按我们这个个性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产业了 其实大盘今年比较没那么重要 那么在1月18号的时候 那么甚至1月18号以前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讲 1月18号以前各位看一下 现在宏基有告诉你说 明年要卖几万台吗 没有耶 宏基告诉你说成长7% 他觉得是很好的 如果能够带动的话成长10% 可是三星怎么说的 在这个三星之前 华为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的新闻 华为说我们明年要成长三成 小米也出来喊数字了 都是两千万支以上 那三星真的也是这个数字 三星呢 Galaxy S5基本上来讲要推出来了 号称王者旗舰机 反正还没出来之前都讲说 最棒的 反正现在我们就当他最棒的 那目前所揭露出来的功能呢 哇 还真的蛮吓人的 第一个叫做 Big Spy 他现在也有个新的助理 好 要出来帮大马 你好 Big Spy你好 我告诉你 我要找李冠青 和这个林汉伟两个人 他握手的图片 他马上把你找出来 或者你给他说这两个人是谁 他就告诉你 他是 他是一个林的分析师 跟李分析师就出来了 这已经到我 那是CHEP GPT了 还可以帮你写文案 他们两个今天在股市现场讲什么 帮你搜寻一下 这个可以搜寻 可以搜寻 基本上他帮你搜寻出来了 所以只要用简单的语言指示 连电子邮件都帮你回 所以这个民间姐可能比较适合 那么多 来写信人家民间姐 我要看台湾 我要看李冠青 集号集号游 看李淑芳集号游 而且直接可以多语言翻译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老口口 这个是很需要的 有的时候出了国 讲一句再翻一句太慢了 直接我们直接用电话就可以了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各位看到没有 他本来是比较低阶影像 现在直接转成高阶影像 有什么好处呢 照一张相片 相片本来是很低阶的 一下子说我要变成3D的 2D直接转3D 这个我们思汉有跟各位展示过了 那或者说我展示着 我要变成全景的 这些都做得到 那以后摄影师 AI 摄影师也辛苦了 我们以后自己可以做 不用麻烦你们是这样吗 所以生成 而且他未来在里面的 他的一个编码上面 自有生成性AI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应该比我们了解 因为他大幅缩短新功能的开发时程 所以我有写程式的时候 不用写那么详细 只要给他几个指令 他会自己来帮你新的 哇这我几乎在讲ChimpGPT了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所以ChimpGPT的功能呢 三星已经大幅的给你掌握 而且他是自建AI的情况 所以他们自己讲一句话 不管是折叠的或是AI的 他两边加一加 要卖多少万只 3000万只 所以各位去想想看 他3000万 华为也喊3000 小米喊2000 加起来 加起来已经8000多只手机了 那今天来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就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1月18号之后 未来手机的一个所谓的销售量 应该会出现提升了 不管他用折叠的方式 那也是一种新的突破 但是笔电会慢一点 但是今年就是 这两个一个快一个慢 来做一个带动 那要谈到的第一档股票 大家觉得很紧张 因为有一个神志 神盾 那为什么神盾这次能涨起来 大家不要说这个都不知道 那目前就是打进了Galaxy 那么S24 那么指纹感测辨试系统 其实这个没有很难 在我们过去的一些技术也没有很难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包下去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报告 但是我提供给大家 其他的还是以我们证销所公布会准 基本上来讲的话 法人报告说他单价是5美金 船员是独家提供的 所以刚才那些数字里面 那么就有人就算说 如果上半年卖了1500万只的话 他可以赚22.5亿 贡献7元到8元 这时候就转亏为赢了 所以各位去看这个神盾的报告 EPS是负的 可是有人可能不是这么看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接下来呢 安国已经涨了一大段 对安国已经涨了一大段 而且限制交易20分钟 那么接下来神盾集团里面 可能是以神盾 跟新的6684基本上来讲的这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调源供应器的 那么安格这档股票作为中心 那么以神盾来说的话 我认为至少最近来讲 随着这个1月18号公布以前 都还有慢慢往上突破的空间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连安格也没有出现很大的乖离率 那我反而是认为这两档 或许在整个1月18号的前后 由神盾来带动的时候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注意 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股票冲来冲去 但是大家心脏要有够强 技术要有够强 各位看到没有 一直守在5日均线 18号推出 18号推出 所以在股票市场都是这样子 这个CES电脑展还没推出以前 下个礼拜四 还没推出以前 红期就大涨了 对不对 什么东西还没推出以前 都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档股票大家 今天看了才会傻眼说 原来是你有秦雅 那么秦雅因为在三星CIS 因为他推高阶影像的过程当中 那么大家一开始认为说 原项啊 还有这个所谓的金像光会受益 结果弄了半天 他们两个竟然没受益 结果受益的是在这里 因为他是做经销商的 所以有一些并不是我们很了解的 高阶影像 他有做经销 所以在这个整个通路上面 再有优势 EPS当然还是负的 但是光这个题材 光星期要上来题材 今天呢 还是涨停啊 我觉得 昨天一写好了 希望他今天不要讲涨停 大家比较有机会 今天直接还是给你上去 而且目前为止 是所谓嘎空比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筹码比例的时候 我会特别跟各位提到券支比 这个券支比里面 嘎空里面非常重要的股票 所以这档上来了 另外一档我们用口头说啦 3622的洋滑 你还记得吗 他其实并不是现在目前 这个新机的供应链 但是现在是三星供应链 所以平常我们都不会注意到 这个3622的洋滑 今天照常来看 导播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涨停满 所以事情已经啊 就像明月姐讲的 是不是有人安排到选后 准备在等未来新的题材 这个三星我们今天来讲 以后还是会有华为 还有小米 所以我们再往下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档股票呢 可能是比较直接有受益机会的 第一个叫做维基电 冠青也介绍过 6679的这个预探 那么他本身是做这种麦克风供应的 我要翻译 总不能我自己讲的 已经很糟糕了 所以他还要提高 然后他这个所谓的性照笔本身的情况 就是你在环境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很很不好的声音 他就把你过滤掉 那么以前啊 用量只有一颗 现在要用到三到四颗在笔电里面 手机里面至少要三颗 重点是他跟这个人合作 连八颗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EPS呢 那么今年大概是估八块钱了 本利比还稍微高了一点点了 不过回来整理完之后 各位看到这个平台都没有被打破 所以呢 还是一样心机上台的时候 甚至啊 我们认为他是一种成长股的走法 成长股的走法 往往是走到了月线附近的 就停下来 另外大家还会联想到 6237的华讯 那么华讯大家都知道 语言控制IC 还有所谓音效晶片 在以前他是用VR的 但是将来 他本身也有供应手机 将来打进手机 或者打进中国大陆相关性的手机的时候 这些整个音效晶片 还有一种是 他可以用手势来控制 会不会将来还有更多的花样 我认为这个部分 反正你有这个技术 将来就有这个机会 目前股价整理当中横向整理 那么我们认为啊 这些手机概念股啊 那么未来大家都还可以 一个一个去探讨 而且这个还刚整理完成 将来我认为啊 明年一开始的时候 明天就要跟各位谈的新闻 那么最近谈的叫PC 将来谈的一定是手机 AI手机 这个新应用 是的 而且跟我们这个生活上更息息相关 对对对对对 而且受惠的 最好放假出国之前就有了 可是目前不现在买得到了 OK 所以呢在这一次呢 这个手机的一个新应用的话 这个零组件啊 相关的这个元件啊 一个都不能少 是 OK 提供给投资人做这样的一个参考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那CS展还在展览当中嘛 但是呢今天来宾好像都冲着新应用来 没有错啊 因为说真的你今天在讲IP 说真的不是每个人买得起啊 你只能怪说我几年之前跟你讲世新 我那时候股价100多块的时候 大家不相信我什么办法 现在3800 有人在喊六字头 我不知道怎么喊的啦 不晓得 可是就像刚刚汉伟提到的 当辉达一路往上走的时候 你说世新要走到哪边去 说真的这条路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 对我无法诊息 甚至包括其实我们也有少数提到过的 这个6643的M31 你看今天M31创历史新高 今天这档股票M31哦 还有一档股票历史新高的是这个 那个3035的资源 其实这两家公司还有一点 而且资源还200亿的成交金 没有错 这两家公司还有点关系 资源刚创 刚挂牌的时候 总经理啊 大家知道这个董事长是蔡明介吗 总经理叫什么 叫林孝平 他过世了 M31呢刚挂牌的时候 董事长 他也叫林孝平 两个人不但是同名同姓 而且还同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其实当然人是过世的 但你看到他们当初所创办的公司啊 你看一个是资源 一个是M31 事实上今天股价都创下 都创下历史新高 说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我今天在谈这个东西就 M31其实是你最早挖掘的 那时候还 这个字好像应该念燕啊什么之类 对因为我刚好帮我一个学弟 我学弟在创头上班 他忽然赖我说 学长能帮我去看一下M31的上柜法说会 我很临时啊 我说好那下午刚刚有没有 军师联盟嘛 我就跑去了 对还送了我一个那个 因为那个在场上柜法说会啊 他还送了一个那个行动电源 还在家里还有用 就还可以用啊 很厉害 不过那个是以前的事情 我们回到今天的一个字卡 我想讲折叠机嘛 对不对 其实折叠机就是未来发展的主流制衣啊 因为毕竟我们跟朋友讲 其实智慧手机已经饱和了 所以说刚刚老实说 刚刚静泽讲 那什么三星说3000万 华为3000万 全部加一加全世界明年要卖好几亿吗 这不太可能 但是有一个东西会有大幅成长 他叫折叠手机 为什么 因为去年折叠手机出货量是1830万支 机器低哦 已经很厉害了 年增43%哦 占智慧型手机只有1.6% 今年预估呢 可能再成长38% 大概2520万支 占比扩大到2.2% 2027年渴望到7000万支 然后占比是5% 事实上如果投资朋友印象很深刻的话 我们在去年的春节跟你讲过的时候 那时候 岩调机构不是这样写的 他怎么写 他写2025一亿支啊 所以有时候都是吹牛啊 你看现在变成 现在估计2027才7000万支 所以到底什么错 什么对什么错 我们目前 这不就对责哦 不得而知 本来是2025一亿支哦 那可能要怪苹果 因为苹果指挥手机太晚推出了 因为今年 听说送样吗 可是今年应该是无法推出啦 不过明年真的很有机会 我这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啦 再看下一页 我想呢其实不管是多少 就是一定跟你讲说 折叠机要上来了 那去年出货量第一名的 就是刚刚静泽讲的三星嘛 三星出了几支 大概是1250万支啊 然后呢 但是市占率下降很多 从82%变68% 主要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折叠手机成长很快 华为去年出250万支 你看这250万支 台湾就养活了富士达 养活了谁 养活了赵立耶 你看富士达赵立去年涨多少 对不对 才250万支 如果今年华为折叠手机是500万支的话 你很难想象哦 你很想象哦 华为只有市占14% OPPO小米市占率只有14% 不过呢 你看到其实 这些中国品牌快速成长 那其他市占率很低 4%以下 包括什么 Motorola 其实Motorola其实成长很快 去年估计 它的新机种可能可以 全年可以卖到200万支 所以你看到这生长的速度 Motorola已经要直逼华为了耶 对不对 然后呢 事实上也刚好在前几天 应该说上个礼拜 有一则新闻的报导 说真的新闻报导 有时候看看就好 这经济日报写的啊 这他写什么 他说华为冲折叠手机下达追单令哦 大局扫获关键领主件CIS 后段封测 这个同心电精彩超刀 我这边给大家这个评论叫什么 恐怕大有问题 当然呢 我们不便评论些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用股价走势来看得到 我们看一下同心电的这个K线图 我们看一下 你真的完全看不出来 华为在冲这个折叠手机 你看不 我们看一下K线图一下 你完全看不出来啊 实际上从新闻出来之后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再放大一点来看 它是这样走的啦 对不对 真的看不出来嘛 对不对 这看不出来啊 所以到底有没有 回到刚刚的字卡 我告诉你 可能是没有 对 回到刚刚的一个字卡 为什么呢 因为 华为的CIS主要是由维尔跟斯特威这两家 叫做真国产公司所生产 当然 有些后段真的是给同心电超刀 真的是给精彩超刀 但是呢 占比非常非常之小 所以呢 你如果说 我同样折叠机 你看到这个富士达涨那么多 你看到稍利涨那么多 然后我去拼这个同心电 我去拼这个精彩 我告诉你 你是完全错误啊 所以你还是要搞清楚方向 再来看这个下一页 我们看到 连苹果都有可能要切折叠机 但这新闻不是真的是 应该说不是最近的新闻 这新闻传非常的久 最近越吵越大 因为苹果今年看起来是 跟折叠机无望了 但是明年有没有机会 好像有 因为连郭敏奇都这么想 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叫什么 韩国的ELECT这个报导 他说消息人士透露啊 韩国这个三星显示呢 对于组织重组 针对处理苹果案子叫什么 A business team 他说呢 去增强开发折叠萤幕的能力 主要可能是为了准备抢公 苹果折叠iPhone的面板订单 为什么 其实苹果有一些 iPhone的订单啊 其实不是给三星了 对不对 他现在有些是给京东方去做了 所以 如果说今天苹果真的要接折手机的话 三星你不加把劲赶快去抢 怎么办 因为你要说这种软性 柔性屏柔性面板这东西 你以为 你以为京东方做不出来吗 都会做啦 对不对 但友达群创办法做 也是有办法做 只是单会不会给我们 这我是不知道啦 不过你看到 当三星在拼的时候 是不是也暗示的说 我们是不是有得到了什么样的讯息 对 是不是要事先 嗯 事先布局一年呢 好像有这个机会 备展 对再看下一页 再看下一页 事实上呢 包括我们看到 对折的手机没什么 不管内折外折 我看完了 现在三折的要出现了 哦 越折越多 对不对 越折越多 为什么要三折 因为它是兼顾高阶智慧机 跟平板的功能 采用双脚链 就是双转轴的设计 现在哦 华为已经开始申请三折叠屏 这三折叠屏的手机 然后呢 相关专利 为什么呀 为这个三折天这个手机呢 已经提早做好计数准备 更不用讲的是三星 我去年就看到了 是2020年就看到 它准备要推出叫做 Treeflow的这个新的手机 不过 现在还没看到 但是 我在最近啊 看那个Tim哥 三星拿人Tim哥 他跑去三星总部啊 不是给人家闹总部的 总部请他去参观啊 OKOK 他现在拿了一个东西 叫三折平板 目前还没有问世哦 可以对三折平板 你三折平板就要用这个 两个hinge 两个这个转轴 两个轴承 两个脚链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事实上看起来 他是准备要开始了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我只是这个指纹楼梯响 人还没下来 是人要下来了 所以今年会不会三星呢 有三折手机 或者三折的平板推出 因为在三星总部 已经有三折平板的食品 那说平板弄到三折干嘛 我告诉你不一样哦 你现在一般平板 所以我们要变小 要放到口袋里面 恐怕很难 你要带个包包 带个包包去拿 你就要多迷你 但是说你做了多 如果你做了非常的小的话 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一点 看不清楚啊 我最近去 最近去看了一部片 这个靖哲也有去看 他推荐我去看 叫金手指 我觉得很叉叉的原因在哪里 他很多字都印很小 我不知道靖哲 我没有这种感觉 他印很小你知道吗 他后面那写那字印得很小 我真的看不太清楚 还好他英文印得蛮大的 英文我还可以解读得出来 在后面写那些 那些发生炒股的人 那些事情的这个下面 英文写的是蛮大的 但是中文他印很小 对所以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 需要看大一点的字 你看连电影荧幕都快看不清楚了 在场你最年轻 你不要再说 我很辛苦你知道吗 所以他荧幕要变大嘛 我们回到这三车手机 其实我们可以回到下一页 我们回到下一页 其实他这种设计出来之后 其实我想很有用 包括苹果 你看苹果 这是郭明奇讲的 苹果可能会推出折叠iPad 然后呢怎么样 他会在2023年剩下的时间 放慢iPad的一个发布速度 然后呢目标2024年推出 可以折叠的iPad 所以你看到 如果当苹果折叠iPad出来之后 其实也是跟大家讲到 苹果的折叠手机就快出来了 因为苹果是这种公司啊 我们就举例嘛 说真的他的折叠iPad 我也会买单 对啊 对果粉会买单啊 果粉一定买单 然后非果粉呢 我想也会想买单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从无到有啊 那这个到底能够增加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大家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我是特别把它抓下来 三星光网抓下来的 其实折叠手机跟一般的手机 不一样在哪里 事实上 我们看到这个 长得都一样嘛 这外壳啦 什么萤幕什么的 但是你要知道 它萤幕是什么 是软性的 不管是用透明PI 或所谓的超薄软性玻璃 这个就是 就要技术啦 就要技术了哦 然后呢怎么样 需要用什么 多了什么 多了偏光膜 多了偏光膜 可能要变两片变三片 然后怎么样 这个我们刚讲的 软性的面板哦 软性的OLED 那 其实偏光膜 它有没有做 有 有没有提供折叠手机 没有 透明PI呢 我们台湾有一家公司 叫做达麦 我们稍微看一下达麦3645 我们看K线图好了 看图就知道 它 我们缩小一点来看 看图就知道 对不对 你觉得它有没有提供了折叠手机 答案是没有 对 那你说这就有涨上来 这就有涨上来啊 因为富士达大涨啊 很多人想说富士达我买不起 我买便宜的 但是想太多了 甚至8215的明基产 我们看一下8215 明基产也跟工研院有这个 有记转哦 投资朋友 真的是明基产吗 我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我说真的 股价已经告诉你结果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如果说大家做谁谁手机 苹果也做 对不对 这个谁都做完之后 当然它会有机会收回到 因为 A厂商来不及做 B厂商就有机会做 B厂商来不及做 C厂商就有机会做 他们可能是CDEFG啊 对不对 到哪边去 我是不知道 回到刚刚的一个字卡 所以我跟大家讲 跟着字卡 我们台湾目前为止 都没有 我们台湾就有这个东西 叫轴承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角链 或者是不知道转轴 折叠的一个 这个部分 我们只有这一块有机会 而且目前有在开始出 折叠机的轴承的 其实就两家公司 就是我们刚讲的 富士达跟赵丽 难怪他们长成这个样子嘛 所以 你要只能想到说 我们折叠机全部都在做的时候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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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富士达做不完 还给谁做等等 甚至我们台湾的公司真的很厉害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 这个 MOTO本来第一代的折叠机 这个轴承 这个应该说 这个折叠的这个转轴 还不是富士达做的 本来是别人做的 那为什么换成富士达 这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看到轴承这部分 其实轴承这个东西 老实说最早之前 是做弹簧的 我相信投资者如果真的有用 很老很老的用Notebook的指导 其实以前Notebook中间是弹簧的 我真的有看过 那不是我很老 是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在大学时代 然后看到那种 拿着手提电 真的中间是弹簧 这样起家了 所以我们台湾那个老牌的新日新 它是做弹簧起家的 我们不要开玩笑 只是说真的 那Notebook的轴承现在怎么样 大概是10到20个多个领主件 但是呢折叠手机啊 领主件要多少 上百个 要轻又要薄 而且又很小 对不对 而且呢怎么样 折叠手机耐受度要很高 所以对面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赵立的这个发言人有提到 这个他说 他说这个 这个轴承部分啊 一个Notebook 2到3万次开合 但是怎么样 一个手机 要有20万次的开合的一个什么 耐受度的测试 所以你看到光这部分 从零件10到20个 变成100多个 甚至不知道开合测试 这都不用钱嘛 这些都是钱堆出来的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这些跟这个 说跟这个折叠手机最有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富士达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富士达的K线图 我们看 其实你看到 其实我们在 对这样就好 其实今年挂牌大概在这里啊 这根红K挂牌 我又没记错的话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人家能够股价 一路拉到494 这个说真的 说不定明后天 或许选后 因为选后大家自己比较赶进来 你就五字头六字头看上去 这很难讲 因为他股本真的很小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 你光是做notebook的这东西 只有10个零件 这个100个零件 甚至我们看一下 3548的一个这个照例 照例最近股价震荡 是非常激烈啊 因为发CB前 说真的 公司在这个时候法说会啊 他说前景不明啊 他说这订单看得很平淡 notebook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说真的 你想想觉得很胡说八道啊 那你他办CB干嘛 对不对 他办CB是为了越南 这个泰国要扩产 越南要扩产 那你如果觉得 未来前景不明 讲那些有的没有干嘛 扩大资本之处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 如果就乱七八道解读 当天打到跌停板 你看不会 有时候是媒体的自己的啦 没有错啦 慢慢慢慢 他又上来了 所以你去看到这些个股 其实当然不只是富士达啦 不只是照例 等一下跟大家分析到 还有哪些个股 是有机会受益到的 OK我们今天也有一开始 也把轴承股 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那时间的关系 也谢谢你的锁定 马上回来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非凡股市现场 好回到节目当中 那接续有些题材 也会在2024年开始持续发酵 对啊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这时候大家都要去寻找说 可能去年没有涨过 机器比较低 整个题材看起来还不错 获利会上来的公司 我觉得现阶段 都可以特别的留意 所以我这边帮大家带一个 比较新的题材 就是跟所谓恐怖攻击有关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所谓的伊朗啊 或说相关的黎巴胺论等等 都面临到所谓恐怖攻击的威胁 所以以现阶段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大家就可能要留意到了 全球恐怖攻击事件 我觉得有一些卷土重来的一个迹象 而且恐怖攻击一般来讲 它影响经济的伤害非常的大 你看过去的911 或说在之前的一些恐怖攻击 都造成全球非常多人员的伤亡 跟经济的停滞 还有地缘政治的安全 所以国家安全 我觉得都是对恐怖攻击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视的相关的议题 另外因为我们经济部长 王美豪也提到了 今年的巴黎奥运 对台湾厂商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但巴黎奥运你要知道 就是说法国这个国家 是人口比较混杂的 有各种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族混合在国家里面 所以一般来讲 巴黎在没有奥运之前就是蛮 常发生一些恐怖攻击的 所以这次巴黎奥运 我觉得会带一个特别的看点 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担心说 奥运因为今年所谓全球 相对比较不稳定 所以奥运上面也许会有一些 恐怖攻击事件的发生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会带来两个比较不同的题材 一个叫做实体的安全监控 一个叫做资安的网路安全 我觉得都会因为奥运越来越接近 除了你要看运动概念股以外 我觉得安控跟资安 也会在奥运题材之间 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恐怖攻击 这是全球恐怖攻击 从2007年到2022年相关的攻击事件 我们就来那注重的题就好了 2016到2017到2018 这个所谓恐怖攻击事件 不断的一个成长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在伊朗在中东 就是四处树敌 所以很多恐怖攻击就针对美国而来 但大家发现到这趋势从2022年开始 开始往下掉 为什么会往下掉 它不代表世界安全了 而是因为那时候有疫情 所以各国开始严格管控它的一个 相关的边境 所以很多的恐怖攻击 恐怖分子 他也许就没有办法 跨国去做一些恐怖攻击的行为 但现在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例题就是我们2023 2024年 全球开始开放边境了 所以对于整个边境的管制 我觉得相对难度比较高 也会造成说可能我觉得未来几年之内 不是危言耸听 可能这个所谓攻击的事件会慢慢上升上来 所以也会让各国的政府去加速他们相关安全的防护 不管在资安的防护 或说安全监控的防护 所以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产业目前的状况 这是资策会的一个报告 他提到说未来全球资安产业的市场规模预估 他从2023年大概全球大概是213亿的美元 到了2020年会成长到269亿的美元 这是相关的所谓资安的一个产业 那也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其实未来全球资安的市场 本来成长规模就非常的好 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加速的话 我觉得他会让整个成长性会更加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快速的一个推升 那有什么样事件会推升资安的需求 更明显的成长 我觉得就跟AI有关嘛 也就是说因为AI 第一个我们一般人可能就不能写程式的人 有AI你可以写得很快 所以一般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骇客的话 其实以前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学习 现在你可能叫一个确GPT 很快就可以帮你写出一个破写的攻击程式 所以对于资安的防护 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威胁的人会变多 第二再来说 因为我们很多在用AI的时候 会把你企业的机密 会把个人的隐私 你要用透过这种问答方式 而上传到云端的伺服器当中 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我用AI 我虽然让这个员工他的办公效率提升了 但万一把一个关键数据外露出去的话 造成公司更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在他鼓励员工用AI提升办公效率的同时 他一边会加重组资安相关设备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代表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产业 只要AI成长性越好 我觉得资安的成长性就越好 整体上来看的话 对于AI相关的软体服务设备 我觉得都是现阶段 如果你在看AI相关伺服器也好 AI PC AI手机 AI资安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可以留意到 比较没有涨到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标的 那再往下来看就是说 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 因为那时候所谓的中美的贸易对战非常的激烈 所以美国禁止了很多中国相关的视频监控的大厂 出货到欧美去 那也带动台湾相关的所谓的这种安控族群 像那时候金锐奇友 还有什么深锐等等 股价都创加波段的高点 但因为后来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一个供应链集单过完之后 他们股价都成绩到相对的低档 但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有没有成长的一个区间 有没有机会成长 全球视频监控市场规模也可以看到 未来这几年从2023年到2025年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的趋势 那当中因为目前我觉得中美之间 或说这个俄罗斯跟美国这样的中国的联盟 它会导致什么 导致整个一个市场的供应链 对视频监控这个区块会有 这所谓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单效益 所以我觉得在去年的高库存过完之后 今年搭配上说80奥运的题材 加上说AI对于这种视频监控 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推升效果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到 他们未来成长性同样也会因为AI的关系 而出现比较明显的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成长趋势非常好的一个产业 股价的位置真的都不高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一个成分股 第一个最近有在动的是这个瑞奇电通 瑞奇电通它本身是这个华汉 跟瑞奇电通合作 它是其他一个子公司 所以它本身因为华汉的关系 在全球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合作厂商 它也是全台湾最大的网路安全平台供应商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瑞奇电通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大问题 就是在中东的问题 以色列跟零巴嫩跟这个巴勒斯坦多面作战 那另外在所谓的阿博阿博 阿博 沙特阿博等等的部分 我觉得都会面临到一些恐怖攻的威胁 或说一些资安的威胁 那刚好瑞奇电通它的50%的营收来自于中东市场 所以最近所谓中东一些恐怖攻击 我觉得会让一些有钱的游国的一个大佬们 他们可能会担心说如果这个恐怖攻击攻击到我的相关的一个企业资安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些可能短向的集单效应 因为大家会担心说资讯安全的一个保护 那加上说瑞奇电通他法说会提到了 他本身也受惠到北美基建的题材 他说是三年的大订单 所以他说从2024年到2025到2026 这三年来自北美相关的基建的订单 对网路安全的需求 会让他业绩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性 所以你看一下他2023年营收年增算是衰退的 但股价从今年开始加速往上走高 那同样股价刚好是涨上去之后回到五日线的关卡 但是你会发现到他的均线 有没有已经开始呈现多头排列 目前的所谓的这个季线要跟年线出现黄金交叉 短期均线呈现多方排列 代表目前是底部起涨的 那把时间稍微放大一点会发现到 应该说缩小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相当低的位阶 他不是涨了很多股票再久一点好了 你看是这么低的一个股票 在这个底部一个晚行底的过程里面 开始出量了 所以我觉得代表说他不只是在短线转强 我觉得中线看起来也有一个多方的形态 那短线我觉得他的题材是什么 就是中东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对他有一定的帮助 目前沿着五日线上共的态势没有改变的话 我觉得如果拉回到五日线附近 你可以去考虑做一些低阶的进场 那再往下来看下一档股票 就是安基资讯 他是宏基集团旗下专营网络资讯服务的大厂 那本身他的2023年的营收已经创造成新高 所以我们在用AIPC的同时 宏基资讯你买他的笔电会用到 这个应该说你买宏基的笔电会用到宏基资讯的软体服务 会用到安基资讯的资讯安全 所以我觉得整个集团的集团的资源的挹注 让他营收表现非常好 去年在宏基集团当中宏基资讯的营收是创立的新高 安基资讯的营收也是创立的新高 所以代表今年整个宏基的出货如果不错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他的一个成长性存在 所以一样看到安基资讯的现行 你可以看安基资讯 他之前创这个高点有没有 整理了很久一段时间 但现在有没有开始慢慢打底往上的一个形态 所以这个高点一旦突破的话 他就要挑战这个历史新高了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股价位阶 虽然量比较小 但我觉得他慢慢变高的态势没有太大改变 那我觉得这种股票你就是拉回资产买方 既然成长性好 那你不用追高 如果有回到相对低档去的话 我觉得布局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那再往下来看另外一档所谓资安的股票 我们看我们字卡 利端 我们其实在讲利端的时候 他其实股价位阶比较低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发动起来 我们一样看他基本面其实还不错 他有订阅式的资安服务 看一下股价现行 去年的营收是衰退的 但你看一下股价把它放大一点 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整理完之后 突然间一个跳空往上涨到所有捐练之上 所以资安的股票你会发现到 好像都有慢慢动起来的一个迹象 不管是你刚看到的瑞奇电通 到所谓的宏基斯均到利端 我觉得这个族群 慢慢看到一些卡位性的一个买盘 那再来看到所谓安控的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像在这个 三四五四的金瑞 其实金瑞它本身有什么 云端的监控AI的运算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整个安控组织里面算是技术非常领先的一个厂商 而且特别的地方在哪 他在去年取得美国国防安全法的要求 因为美国目前在采购上面他很要求就是说 你要符合国安法 不然你背后有一些中资的一个色彩 有一些不能够洩漏机密进来之后 我就不能够采购你相关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对金瑞来讲的话 他已经打入到美国的市场 而且得到一个非常高规格的进入的一个门票 那一样看他股价现行 去年是摔天 我们再把金瑞再缩小一点 你可以看到我们就看这样就好了啦 他是这么高跌下来 现在反弹上去 刚好在这个平台做一个整理的形态 那你可以看到他半年线所有军舰纠结在这个位置点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他只要再出量一下 占到所有军舰上突破这个高点 我觉得最少最少他可以看到什么 反弹挑战到年线的关卡 如果再把时间拉得更长 其实那一波 哇整个市场是吧 对啊就那时候转单潮嘛 一路从72块 这也是涨了不到三倍 美中搞不开心的时候 对那现在美中如果这个 也不开心 不管是川普跟拜登啊 我相信还是会不开心下去啦 所以以这个股价位阶 我们不敢说他之前要涨三倍啊 但有奥运的题材 我觉得最少回到年线 再看有没有再往上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空间存在的 那再往下一档来看的话 又跟资产有关 这张股票是大宇智集团旗下安锐KY 那其实今天大宇智 因为刚刚公布12月份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当中有一半是安锐KY贡献的 因为他12月份营收2亿多 让他整个去年整年营收 是34.23亿 为什么因为他北美市场 跟印度市场 刚好订单进来了 所以贡献进来了 而且他本身因为在去年 得到华汉的师母 所以华汉到哪里 那我觉得安锐KY相关的资产设备 就有机会到哪里 那当然我们看一下股价线型 第一个他量比较小 但把线型稍微放大一点来看 他也是整理很久嘛 现在是跳空往上 军舰开始翻扬往上 那我们再把它缩小 你会发现到 其实安锐KY今年有涨过一大段 很可怕的一大段 那现在我觉得 有一点整理到末端 现行出现跳空往上 反映业界的题材 但以今年他的一个成长性来看的话 我觉得印度市场 也会有持续的展获 北美市场的部分 因为他本身是 本来就是北美的公司嘛 所以他相关的一个 所谓的北美的企业服务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能够稳定的成长 那股价我觉得刚起涨第一根 应该是还有机会的 那最后再来看到 我们最后一档股票 怡顶 那怡顶当然 他主要是公用记忆体的大厂 但是因为他本身 安控的部分 在亚洲机场被采用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 安全监控的色彩 那代表他一个双题材 我们看怡顶的现行 一样是衰退 但是他从股价 这一波涨上来 是记忆体的关系 那后面有没有 因为安控关系再往上走高 我觉得就可以特别的观察 所以以这种股票来讲 他今年会有成长 搭配一些新题材的带动 应该是未来有机会 出现补涨的动能的 OK所以资安这一块呢 有实体的这一块 还有网路安全 对 其实这个加起来 这个商机的确是很庞大 而且因为厂商都不多啦 所以资金一进来的话 我觉得就会涨比较快一点 好那今天讲到资安股 其实今天的工业电脑 工业电脑今天 红爆 对亮灯涨停 工业电脑股 在今天也有所表现 对啊而且我觉得资安 还是要特别注重 因为前几天那个所谓的 美国证监会被骇客攻击嘛 搞的到底是乌龙还是不乌龙啊 对但今天最早过关 但也代表说其实你会发现到 公司花一点钱把资安保护好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OK好 所以呢资安也是有庞大的一个商机 那刚刚又提到了这个巴黎的奥运 更是不能出什么大茶子 对 OK提供给投资朋友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待会回来 持续跟大家来追踪 到底选后谁来讲 好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呢在开始盘面当中 有个族群 其实今天的整齐度很高 跟这个光纤网路跟网通的 甚至他们跟细光子的 在今天很有表现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把CES电脑展 还有上一次我们提到什么 缺电缺网路 还包含各位看到所谓缺散热 散热这一块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 那么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提到缺电了 各位看3202的尾讯 今天也是表示起来还是蛮强的 从当时到现在为止 还在往上涨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3032的尾讯 那么股价还是蛮强的 电源供应IC 结果呢 人家神盾的老板也讲说 我要做安格就要做跟尾讯一样 做电源供应器 所以这些事情呢 请你记得一件事 将会贯穿未来2024一整年 然后接下来呢 那就是最重要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有一些长线上面的规划 我们认为啊 AI的基础网路建设 那核子5到6G 我现在是写的比较保守一点点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各位知道吗 你看我们非凡电视台 真的是收益最多的情况 斯汉跟各位所介绍的那个 各位知道 就是所谓的这个英代 每秒80GPS的传输速度 每秒80GPS什么观念呢 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Sunderbolt看到没有 这个120GPS 现在目前新的笔电 它拿出来将来 到了AI时代 要有这么大的传输速度 这个传输速度 要用什么样的概念去推呢 我就这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您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看这个不管你要看YouTube 还是要看这个 看这个Netflix 那个中华电信告诉你说 请你记得买我1.57BPS的 GIGA的网路 这个是他的几倍各位去想想看 所以呢已经把这个目标画得很宽了 未来到了AI时代的时候 当然了你的电视可能一看就变成立体了 一看就变成AI了 所以不管是要达到这种所谓80GPS 或是120GPS 总之呢应该告诉你说 接下来 那么未来啊 那么我们大家都看到 其实他写的报告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画给大家看 因为他们大概都是这样子 网上画的 他说每一年会成长14% 那么在司科里面说 每一年会成长25%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网路这一块呢 将会是一个长线上面 比较有机会去做布局的一个地方 我们认为呢 短线上面长线上面 网路都是可以 各位可以慢慢寻找股票的地方 另外大家应该都还很记得 只是说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 拜登总统是不是告诉大家 今年10月份的时候说 他2030年啊 要补足12.7啊 那么全面上网 不足100MB本身的一个地区啊 那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我又用中华电信跟各位讲了 各位知道中华电信手机 知道的保值多少吗 是500MB啊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的出来 基本上来说的话 美国讲这个基础建设 我们看到每一个新闻的时候 都会帮各位来考量考量 哇 美国这么大 难怪啊 他说要花420亿美金啊 要去打造高速网路 他只要达到我们台湾这个水准就好了 500GB 基本上来说的话 他要花掉美国大西部很多的地区啊 所以第一个是 英态把那个 真的那个高速的速度已经拉高到 我觉得四年之内 我们也都不见能够达到的水准 甚至要到6.5G才可以到了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总统拜登又跟你讲说 你们台湾是500MB 我们才100MB的地区还有12% 所以他要花这么多钱 你看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会发觉啊 在这个网路概念股上面呢 会变成一档一档的 来做补强的一个性质 有些股票 你不去理他的时候 那么后来就涨之有理 我们先来看第一档股票 也就是所谓的北美概念股 康权电讯 那么康权电讯真的大家很不熟 因为平常都 就像这个以前也只有在新贵 现在才转上来 那么是迅州 3047底下的一个小经济 其实迅州有迅 在美国本身布局都算很大 但是原则上都是以康权电讯 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经销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还做了一个品牌 那么应该念Comtrent 这个Comtrent本身的品牌 美国可以这么说 在他们来讲的话 有超过92家以上的中纪厂商 其实不管是迅州的产品 或是有迅的产品 都藉由康权电讯 来做这一方面的一个销售 特别是光通讯 这些中纪设备 刚才提到了 你要达到刚才说那些地区 一定要想办法用光通讯 因为要500MB 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光通讯这些设备跟宽频 他的毛利达到三成以上 人家说这个420亿的预算 一旦进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报告我看了 那数字各位自己去估计 基本上对他的EBS贡献度 又是六块到七块 你看他在台湾写说 他目前赔三四块钱 所以我们先看股价 有的时候股价在反映 真的叫做未来 股价在涨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傻眼 看8089的康权电讯 这个股价到底在涨什么 有没有发觉他从拜登开始讲完话之后 张张张 现在只是进入一个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之后 在60块钱附近 来做一个小小的横向之后 我们认为既然还守在一个月线之上 那这个地方整理完之后 还再继续往上冲高 甚至刚才提到了 那么他自己讲了 说北美方面贡献大概是六块钱 市场自己会去联想 15倍是多少 现在是10倍本益比 所以原则上 虽然我们在台湾的报告上面看起来 好像还没赚那么多钱 但是从他未来本身的这个期望呢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反映期望值 顺便呢 等一下各位可以从这个筹码表里面 会发觉说 这个也是标准的 劝资比偏高的股票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当然短线上费的股票会给大家 但是手脚要快 既然要劝资比偏过高的话 我想这个部分也会提醒大家 那另外这档当然就是稳稳的想办法了 各位知道吗 现在我们到底在什么阶段 我等一下会慢慢跟各位说 那么各位看 像智邦现在我们说今年 今年是2024 这一年的话 才100变成所谓400 本身的一个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高速转换器 那去年只有 大概只有换了17%而已 所以今年其实最主要是要 100变成400 这个地方对整个一个 智邦这个高速交换器呢 基本上会比较多的 那AI的需求呢 刚才提到了 所以四汉那一台笔电 如果能够把它拿回来 不过那台可能要几 要二三十万都不见得到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一定要拉到800 800Gbps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交换器 所以2023年 我刚刚提到 其实在这400G上面 只有少少的成长 2024年 那就要朝这个方向带动了 所以今年估计的EPS 16.2元来讲的话 明年再增加了4块钱 应该是个很合理的一个评估 我们来看一下智邦的一个情况 所以基本面达到这么好的状况下 导播再请稍微缩小一下下 各位就会发觉像这样的个股呢 它都是涨一波休息 涨一波休息休息 然后一旦遇到了长的均线的时候 所以各位注意到 好的股票一定要注意到说 这种所谓半年限到年限本身 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我们刚刚提到了 既然还有机会到16块钱的话 那么就有机会再重新的 往上来做一个墊高 等到这个所谓400G 越来越多的状况之下 而且今年投资完了 所以说不定明年还要朝800G 来做努力 所以智邦这张股票 可以说是我们网络股里面 现在啊 大家最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400G到800G 是什么观念呢 其实在联发科 有跟各位讲过 联发科已经 冲到800G的Wi-Fi 7 我就要跟你通到Wi-Fi 7 现在我们台湾只有 到Wi-Fi 6 还不太到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有人说Wi-Fi 5.8 这样的情况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未来两年到三年 都还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就是要讲Wi-Fi了 起机 6285的起机 这两年怎么起机的一个营收 一直都让各位觉得 很稳定又很好呢 现在介绍是很稳定很好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CES推出什么 全面都是Wi-Fi 7 全面都要配器 我家怎么办呢 我也要赶快换了 2025年才Wi-Fi 6 现在还不到5点多而已 所以跟这个Wi-Fi 6 跟Wi-Fi 7 要到2025年的时候 会出现黄金交叉 资源最大的 各位看到没有 刚才提到的 至少你要300以上 才到一个所谓正式的一个水准 所以车用充电桩 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么在第四季要正式出货 那么今年估计的EPS 他今年已经很豪气的告诉你说 2024年他要挑战2400亿元了 那么跟过去来讲 增加了快400亿元 那么原则上去年是11块 增加400亿元 你可以再估他3块钱跑不掉了 所以今年是13倍 我认为到以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还更低一点 本利比这么低 不错耶 而且很多的天线什么 都是由所谓奇迹来完成 各位有没有发觉 他的走势上面 比刚才的这个所谓智邦 每一次整理 每一次重新创新高 再往前看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次整理一次创新高 所以今年有很多成长性的产业 我认为将来AI可能是这样 冲上去休息一下 这个叫人跟狗的一个股价原理 你期望和他的时候他休息一下 但是一样回到长均线的时候 不管是季线 不管是半年线 你都要去看一下 基本上来说的话 像是一回到季线附近150块钱 刚才提到了 那本利比现在如果他真的赚到15块 是不是又变成10倍 这种情况之下 一定要好好去把握这种相关性质的股票 那么后面再来一个 所谓最近比较有感觉到的 因为他最近涨的幅度 大家会觉得说 奇怪了 10年没听过这张股票在干嘛 我是说真的10年 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 环天科技有提到说 他的GPS技术来自于美国陆军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也有人说他有军工上面的概念 但是现在反正他就是说 这种低轨卫星本身的追踪器 其实我们所知道应该是获得 美国重要厂商的一个认证 那其中来讲的话 也有包含军方的一些认证 低轨卫星追踪器获得认证了 他平常在卖的是卖运动型 我打打高的富球等等这些情况 那最重要的是说像这些国家 根本都浮原很大 你各位来看一下 环天科最近短线的走势 你会发现中 他告诉你利多这次是真的 回程现在往上涨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网路我觉得我们今年可以好好的追踪 OK 提供给投资朋友就是在网路通讯 光通讯啊 还有这个网通相关的一个部分 OK 今天的整齐度很多都有所表现 那就是有一些公司具备新的一个商机 再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 那下一阶段回来 那继续跟大家折叠的轴承股追踪了 我会把时间交给冠青先生 好 那我们就从轴承来进行大探索了 我刚花了那么多时间 也把整个拆解啊 这个相关的重要的零组件跟原件 好 我想其实真的 你说很难做 也没有到很难到什么程度 但是呢 没有几个人会做是真的啦 因为毕竟你看到目前为止 就以台厂来讲的话 很可能现在 大家明显知道接到华为订单的 富士达嘛 照例嘛 对不对 很可能接到什么传音订单那一类 或Google订单的 很可能是新日新 再来呢 没有了 很可能嘛 我们刚刚轴承加速 其实真的也不多 没有错 再来没有了 所以呢 真的有这么好做 你说很好很好做吗 目前为止你所知道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接到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接到 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有 这个有 这个据说是有 所以我们打一个圈 据说是有 所以大概就这些 那其他的我们刚讲什么 你说达麦啦 或是这个明基才这些 我想未来如果有一天 大家都折叠机的时候 他们就有可能接到 可能就是 类似这个第五个供应商 第六个供应商 类似如此啦 我们不是要开什么玩笑 只是说真的 因为整个面板啊 软性面板 轴性屏 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 台湾所在行的部分 但是呢 很精密的这种轴承 折叠机收成 那真的是我们台湾最厉害的 那我们进入第一张的一个字卡 当然现在最红最红的当红炸子机 叫富士达 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 你就把2022 应该你点开这个股市现场YouTube 上面有个2023的一个春节 春节里面 你点我讲的那部分 其实大同小异啦 但是呢 现在的东西更精确在于说 因为他挂牌了 东西是更为应该说更为公开 挂牌前大家都猜嘛 你call他他 你call公司公司不见得跟你讲的 现在没办法 对不对 该办法说就要办法说 然后呢 他公司为了要募资的话 他当然要讲更多有的没有的话 所以呢 你很多公开讯息都出现了 所以一年后更为 补充一年前你的观点 没有错 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内折外折 我说现在不是 不只只有内折外折 三折都要出现了 对不对 那厉害在于说 富士达这家公司 他有八成用在折叠手机 对不对 而且他五年前开始投入啊 这个折叠手机的转轴开发 就不管是轴承的开发 这边的五年前 如果说用现在来讲的话 应该是六年前 因为这是去年的新闻稿 好 那跟什么 跟赵立跟柯森这两家公司 分时华为折叠手机订单 还要先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先前 富士达没有办法挂牌 原因就在于 他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客户 都是华为 那根据我们这个交易所 有一个什么 不移挂牌条款 你超过五成以上 同意要单一客户的话 你就要解释 你要什么分散 你如果不能分散的话 是不是今天华为把单子抽走了 你公司就要倒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连续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连续两年挂牌都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K线图好了 给我们一个月线 月线或周线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周线或月线 我们给他看一下 再缩小一点来看好了 对不对 你看嘛 这个时候就说要挂牌了 再来这个时候又说要挂牌 结果呢都失败了 这一次终于成功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华为降下来 那华为降下来原因是为什么 你要感谢华为 华为据说业绩是这样传闻的 因为都给你做嘛 那我们厂商吃不到 吃不到订单啊 你不行不行 你这个富士达 你一些给我们吃 那除了给我们吃之外呢 这个你要找一些给别人吃 也顺便让富士达分散订单 富士达分散到哪里 就分散到我们刚讲的照例跟科生 所以你去看到 照例就这样吃到你 不然你以为说照例 因为我们以前都做折叠 都做这个 做这个做这个 Notebook的一个这个折叠的 怎么可能会一样子从这边上来 就是因为 他教他做 为什么会教他做呢 当然这个都是传闻 我先跟他讲那都是传闻 但是真的很有可能 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 好了我想呢 其实刚讲照例科生之外 对不对 回到刚刚在刚上一张字卡 对不对 那目前华为最大的是他供应的 然后呢 不过应该是降到五成以下 否则的话没有那么成功 容易挂牌 然后新闻有写到 深圳厂房临近华为总部 不过这边我打一个问号 这个临近很难界定 我们看刚刚这张图就知道 这很难界定 地图 对这是Google地图 富士达总部 也是齐鸿总部在这里 在保安的某一个工业区里面 这个工业区叫做新养工业区 这个不好念 对没错 对对对 新养西部工业区里面 你说人家字小 这个 字真的很小 华为总部在这里 路程大概是43分钟到52分钟左右 我帮大家查了一下 那43到52到底近不近 如果在台湾的话好远 但如果在中国呢 那就近了 可是我觉得这新闻是物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富士达跟富士康听起来很像 这叫富士康 他在华为旁边6分钟 OK 那这边帮他从网路抓了一张图来 这个其实这是一条一条快速道路 你往往右边去华为 往左边去富士康 如果你说这样在隔壁的话 这句话就可以成立了 问题是他这个这句话 因为我看到这新闻这 你觉得这是有一点物质 他可能物质了 但是你说物质也不是物质 因为在中国在中国距离十几分钟 也真的很近 也真的很近 而且呢台北新竹 差不多了 那这个地方好处在哪里 机场在旁边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保安文件 对就在这边 他跟机场距离是比较稍微近一点 不过就是大概是如此 回到刚刚那个字卡 说回到刚刚那个第一张那个字卡 对不对 重点在这里了 全球他560项的专利 而在这个挂牌当时 我看他新闻稿子写463项 所以你看到 在短短时间之内 他又多了快100项专利了 中国厂是怎么样 难以竞争 除非我愿意给你做 这个就是我愿意给你做的结果 听说这个科生在赚 在5%到6%了 大概如此 那我们看在下一页的这个字卡 那当然这边我们看到 Moto的第二款的折叠手机 富士达有切入了 那本来客户啊 这个应该说第一款谁做的 第一款是 美国的工作叫安废诺做 那可能是做的不好 可能啊 没有办法猜测啊 结果呢 换成富士达做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其实OPPO小米的第一款折叠手机 都安废诺做 会不会接下来 都变别人做 不过暂时而言 不可能给富士达 原因在于 因为富士达跟 华为的排他条款是签在中国 好 所以他能做别人的 那我们看到呢 6月跟开卖之后啊 Moto呢 目前上看200万支 所以是预期的多少 30倍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啊 华为一共才出250万支 Moto抓出200万支 当然这个新闻 新闻看就好 因为实际数字我也没看到啊 OK 对月产能哦 要从13万套扩增到18万套 哇这听起来就非常非常开心嘛 所以如果这么好 以上的内容呢 是补充呢 2023年呢 这个红包股 没有错啦 现在是2024年 而且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资料 当时的资料只能跟他讲这些东西 你看当时400你看 现在没有错嘛 现在560啦 对不对 当时我已经跟同学们讲到这东西了 当然现在慢慢 哎股价真的是上来了嘛 对不对 我们再看这个下一页的一个 下一页的一个字卡啦 我想其实也包括什么 他母公司齐鸿 你说齐鸿这时候 不是做转轴的 不过齐鸿他母公司 而且齐鸿董事长啊 挂牌的时候他也去参加了 去敲钟他有去参加哦 他说我们齐鸿是长期投资哦 转投资富士达17% 而且他说将长期持有 事实上范齐鸿加起来的话 是超过20% 什么叫范齐鸿呢 就是齐鸿董事长加上齐 齐鸿的转投资之外 加上齐鸿董事长本身持有 是超百分之20以上 那重点在这里了 3DVC去年出100K 今年月产能是 光月产能200K 那人家会不会下那么多 我们不知道 礼拜一在跌什么 今天礼拜一齐鸿跌到300元 为什么 传说骨盒要伸让五到七千张 大家吓死了 可是我说真的 你要伸让五到七千张 会没有人要接吗 投资朋友 会没有人要接吗 今天股价是创新高耶 这个靖哲可以帮我作证 我是礼拜一 把资料传给靖哲的 我没有传 我是今天才传给这个股市现场 我礼拜一传给靖哲的嘛 对他可以帮我作证 礼拜一的时候 刚好是这样 你只能怪说 我刚好不是礼拜一来上节目了 不好意思 那回到刚刚的一个质卡 我想 其实3DPC我们就不该多解释了 反正股价就上来了 他股本那么小 对啊 反正股价就上来了 反正未来很看好了 200K 100K 反正你看到去年才出100K 今年他有200K的产能 这制造起来应该是蛮多的 再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我就是刚刚讲的照例 照例去年第三季 开始折叠机营收突破五成 那1月2日 他澄清华为砍单跟科森抢单 那法人预期折叠机客户 今年会推出4到5款的新机种 这个折叠机客户呢 他就是华为 而且据说华为三折机 他也会拿到不少的一个分额 全年销售量可望倍增 上塌到6到7千万字 然后怎么样 出货量未下求 公司跟你讲的 很好笑 公司在法人 在这个法说会 说要发CP的时候 跟你讲了一些阿里布达的话 然后现在跟你讲说 你说我被砍单 没有没有这回事啊 你看嘛 这拉下来是要干嘛 让你买的啊 CP转换价199啊 不好意思喔 前两天 价格在199以下 而且最低跌到175块178块上下 很可惜你又没有买到 不过 我认为长期发展是对的 当然你看这边写到吧 199嘛 周一挂牌 泰国厂上季投产 越南厂本季投产 再来看到这个最后一档 应该是 这个新日新 新日新其实 最近股价就可能稍微 比较闷一点 不过先前拉上来一段 是因为AIPC的关系 他是全球最大轴承厂 这个呢 市占率38% 那主要 我们来跟大家讲到 华硕第一款的高阶可折铁NB轴承 他做的喔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秀一个图给大家看 后面有一张 华硕的一个图 这个叫做 ZenBook 17flow的OLED 打开17.3寸 对折12.5寸 很贵 这一台卖十几万 这我没有去买啦 不过 未来降价 说不定我会去买 当然这个轴承呢 这轴承怎么样 这轴承就是 新日新所做的 所以你看到除了华硕之外 事实上这个 Notebook的多半的一个 应该说多半的这个商 多半的一些这个工艺商 都是找 都是去找这新日新做 回到刚刚的一个字卡 那除了这个新日 除了这个华硕之外 事实上它跟苹果关系很好 苹果Notebook 也是它出最多 然后呢 穿戴式的轴承部分 也它出最多 你要做到穿戴式轴承 就已经有类似到 手机轴承 因为那东西穿戴式的东西 你可能是 常拿起来 拿起来盖上 拿起来盖上 像是苹果的iPad 原来说 AirPods 那个轴承 黑的是新日新者 所以这东西老实说 说真的 跟苹果本身的 这个 应该说 跟苹果本身的关系 它是非常非常之好 而且 它的精细度 已经做到苹果的要求 已经不是说只有 安卓那些系统能要求 所以 如果说苹果真的要做折叠手机 会不会找它玩呢 很有可能 不过这公司自己有这个 你要说自己有这个 自己的想法 我们看他刚刚的字卡好了 我看到字卡 先前三星的折叠机 找他开发的 但是叫他签排他条款 他说我不签 他说我不签 为什么不签 是不是暗示着说 我怕你到时候 排他排到Google 排到苹果去 这我不晓得 还是排到传言手机 这我不晓得 不过我想这些 你看到其实目前为止 有办法切入折叠手机的 包括新日新 包括这个造立 包括富士岛 我觉得其实长线 应该都还是值得去看到的 OK好 那这个内容 其实就是做研究 追踪一年都还是持续 然后跟大家更新 这最新的一个动向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在下个阶段回来 进行筹码追追追 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外资今天买了很多 这个AI的NB股 待会会跟大家来进行揭晓 不过我们先从今天的 强股的一个榜单 这些量增股的一个情况 都是有些都是当冲热门股 那不只是当冲热门股 这几天各位假如没有抓筹码追追追的话 很多股票要涨你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而且呢我们先看4956的光虹好了 今天不太适合了 但是可以找到其他的个股 那么4956的光虹 这么一涨上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奇怪 各位你突然之间 每天去看一下券支笔的排行榜 那么我们请导播 把底下的融资融券 打出来给各位看 会突然之间发觉说 什么融资跟融券 会等幅性的一个增加 像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直接说大户一定有进场 甚至又采取所单 各位知道所单的意思就是 融资融券对手的方式来往上做一个上升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第一个当然有相对的基本面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友达群创它的下游呢 现在大部分采取的就是这种所谓的 红外线LED本身的模式 第二个部分呢 今天它涨上来之后呢 再看另外一档 也放到券支笔排行榜前几名了 这个目前看到我们知道说 那么齐虹啊 光虹啊 下次拼到了 498的一个情况 那么各位看3437的融创 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啊 这次LED有点像真的 我们已经导播把融创稍微缩小一点点 融创在很早以前呢 就已经先一波先拉起来了 当时是因为垂直性 miniLED这样的一个题材 随着群创来做一个采用的状况之下 结果呢一样 融券跟融资同时飙上来 目前呢它融券支笔的是24% 所以各位看它券支笔 只要20%以上的 真的我必须劝大家一件事 不要没事去 我就去空搭 我就去干嘛 现在第一个涨1980点 再收回来一点点附近 本来这个市场就很热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那个大型的资金一旦回来说 一支股票上来的时候 你看今天是不是换接棒 融创现在就3437 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它现在有点接棒的感觉 也就又上来了 所以各位可以发觉啊 这一次LED来讲的话 特别是以融创跟光宏 轮流嘎空的模式来讲 两个人在互相接力的时候 这一次LED还有机会 好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看看 在整个呢 外资买单的 买超的前10名 伪创买了34,000 中信金 星光金 广达 音业达 智源 技嘉 神达 齐鸿跟玉山金 金融股也是在今天的盘中就有开始发动 是的 金融股是稳盘来做一个实用的 我们先看3231的伪创 去年据说那么查 这个所谓的Google里面 那么名字被查最多的股票叫伪创 请导播再稍微缩小一下下 那么最近伪创的筹码面呢 不管跟融资融券来比的时候 你都会发觉说 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安定 连整个成交量都快要不见了 我想这个部分 所以这两天当中 我们看到说这个 辉达的股价不断创新高 今天的节目也一开始就跟各位讲 这种情形之下 说实话 伪创没有跟上去已经是很可惜了 但是基本上我认为今天外资 那么应该会有一种回补性的作用 那么我们再看2382的广达 广达可能会比伪创在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更具有所谓往上的一个力道 毕竟呢 广达第一个回答比较小 第二个部分 它的季线是向上的 所以当外资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选择 能够在最好的时间里面 毕竟怎么说 这些个股叫做反弹 反弹的话 还是会提醒大家说 反弹你可能抓一个高度 例如说 前面240块钱附近 有长黑的压力 这种地方 技术便要稍微去画一下 那今天来讲的话 应该是6269 6669 sorry 6669 围影呢 围影 我们请导播说一下图 似乎看起来 伺服器这次重点在这个地方 围影跟谁 跟这个美超围 你看他们都已经突破了一个整理的区间 所以围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对音乐达 刚才提到了 外资就做对了 甚至有的说 是不是选前有资金押宝 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可以看出一个端倪的 但是外资卖的一个部分呢 也蛮有趣的 当然 反映今天 外资卖了2万多张 华航 宏基在卖 金元电 华邦电 华泰 联电 鸿海 友达 国泰金 我们先从宏基看一下下好了 那今天来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技巧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里面 他涨完的第一波 你要稍微知道说 他涨完第一波这个高点 要退一点点 为什么呢 还是请导播 那么既然讲筹码就是融资融券了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啊 往往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啊 只有两种 我常常跟各位讲 融资增加融券增加 或融资减少融券增加 那么股价就很容易上涨上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会有一种 嘎空的一个气氛 大家就觉得很快乐 但是往往第一次的空单 认输的时候呢 短线会有人下车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当空单开始出现 我融券开始已经 我就停损了 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表示怎样 表示他嘎空的能力已经比较少了 所以股价不是基本面不好 是要他 我说我累了 我休息一下总可以吧 所以呢 股价能够买在休息完了 那么在45块钱附近 前面还有个缺口 那么利用这些 所谓融资券本身的一个对比呢 我们看2357的华硕 各位也可以稍微对比一下下 你会发觉前面他是融资减少 那么一直到所谓的融券跌下来的时候 他才开始做回档 这就是筹码面最好用的地方了 加上外资呢 基本上还在稍微有点调节 但是各位看伟创他们那边是买进来的 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从筹码面上面找到一遍 有关NB的你一个处理的模式 尤其是喜欢短线上面做一点进出的朋友呢 基本上这些个股又大又稳定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操作 刚才我们还看到 那么应该是2409的友达吧 那么稍微有推一点点出来是不是 那个外资的友达基本上卖超嘛 所以各位发觉一件事情 友达呢各位看到没有 在这后面来说的话 似乎他也是涨到一个乖离 比较大的状况之下才会休息 所以原则上都还算是稳定的一个情形的 那投信的买超呢 可以看出来包括了伟创跟智源是投买的 智源今天差点忘了说了 刚才智源也是投买的 200亿的成交金额 对啊 那么今天筹码面一定要看智源 我们来看智源的走势 那么明天智源是个非常 应该选前选后 它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呢 智源今天啊 可以说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哪里外资买进去嘛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呢 劝资比排行榜里面 你要找那个大型的股票里面的话 它是22%啊 所以这么大的股票400块钱 还有这么多人放空 我也是觉得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 那各位看到外资 融资余额在增加 那么基本上 外资跟投信同步都在买进 那么劝资比同步的往上增的时候呢 假如明天一直到整个选后呢 都还在整个一个 所谓智源还在陆续的往上涨 那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因为智源目前是最落后的IP之一 因为我们把这个100块以下的先不算 不管是这个安国啊 或者是大家讲音乐打也有 但是传统性的IP来讲的话 那么基本上资源还有机会往上顶的时候呢 其实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包含3661的四星科 现在的一个高点或许 还有机会再继续向上突破 因为资源能够上去的话 基本上那么包含3443的创意 哇这是大家都IP 那么刚才有提到 汉伟说不然大家去买ETF 可能会比较OK一点 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只要这些IP的族群 还是持续的往上在做推动的时候呢 到目前为止台湾股市 尤其今年叫做AI年 应该是没有太大变化了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呢 投信卖上柜的前10名 你要不要跟大家做一个点放说明 OK来我们来看2408的南亚科 但是我觉得南亚科今天是因为啊 在去年的财报上面 他还蛮公开告诉你说 我去年没赚钱的 但是他现在告诉你说我后面会赚钱 所以是不是第一件事情 回到一个长均线附近的一个价位了 投信今天当然是会卖超 但是我认为假设说未来在70块钱 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守住的状况之下呢 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件事情想的太快 因为说我们AI会带中Dram 一下子就把它拉上去了 可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说AIPC啊 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当中 我有跟我讲 他可能速度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有好处啊 还没上车的朋友 拉回来他将来会上去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未来的Dram那南亚科今天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明年他将是一个大幅度稳定成长的年代 不能说明年就是今年了 还在2023年的回忆中 所以基本上2024年 他是个大幅往上成长的情况 所以这次拉回来 那么应该也会很快速的稳住了 好那我们也透过今天当中来看一下 外资在上柜买超的一个部分 比例没有那么高了 债券的一个部分 倒是呢 新富星人家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大宇兹也很强啊 那么这两档股票呢 大宇兹是比较拼向于营收 新富星原则上跟营收有关系 另外 上全 上全 注意 这一次劝资比非常的重要 所以等一下各位在我们的网页里面 我相信基本上一定会有所谓 劝资比排行榜 让各位多看看 顺便呢 假如各位你看到劝资比排行榜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手脚要快 第二件事情呢 基本面要先行能够掌握 如果你基本面已经先掌握的比较好了 例如像3363的上全 各位看今天的细光子 其实整理了很久 我说过 成长性产业你要看到那个长天级均线 然后呢 很久都还没有人进去买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观察他未来发动的情况 包含6451的 那各位看到 讯芯今天是第一个先行工上来 所以我认为细光子呢 将来的筹码 你也要很认真的去追踪他 所以投信买上柜 我们也在镜面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你锁定的是非凡股市现场 明天准时有约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